什么大新闻呢?我看到这些我就告诉大家 小小的新闻就不谈了 好,今天就跟大家 哎呀,我忘了拿一样东西 等一下,我去拿 给我30秒 这是刚大哥这幅画的画家,吴伟才 他的画集二 画集一,我有 好像没有卖了,剩下一些他自己留 这个他刚刚出版的画集二 刚大哥荣幸拿到 因为我的这幅画也在这个画册里面 所以很开心 他画的画不一定每一幅都放在里面 他自己决定 哎呦,我还没有真正去读 大家看 然后他还特地签名 这边,看到吗? 然后 如果你愿意买的话 他会签名 他说张杰慧纯啊,毁财 5月10号 2022年 今天我去他那里了 我去他那里 所以 就现在广告时间 不是广告时间 如果你想拥有这本画册 是相当精美的 如果你问我 他比画册一 做得更加的 整个质量很好 纸质的质量 颜色都很标准 你看 然后都有他写的 对画,对这幅画的 创作时候的 心得 跟他的想法 所以 我觉得他 我每次跟他谈 慢慢觉得他不只是一个画家 之前大家都知道他是作家 背包走天涯的作家 而且他的读者蛮多的 成了几时 我知道原来他是画家 他也很开心 就在 他说 要 折扣的 把他的画 让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 就看上这一幅 相当优惠的价格 跟他买下来 画就是 其实 现在我们看到他画的 那些价钱 我都知道 我这幅真的是 哎呀,真的是很开心 所以呢 我真的大力推荐 大家能够买他的画写 如果你想买他的画写 寄到你家里 22块 22块一本 2块钱是邮费 22块 因为他住的地方是很偏僻的 除非你们 我今天跟他谈了 我今天去拿画写 跟他谈了一个小时半 货益 费钱 就是 我们谈到很多了 每一次跟他见面 就是2度空间 3度空间 4度空间 5度空间 元宇宙 哇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讲 我是懂非懂 但是 一直点头就对了 因为 大概懂了 但是你现在叫我把他 讲的话 告诉你们 我真的没有那个资格 只是他的想法真的是很 很前卫的 而且很真实 很能够让我幸福的 虽然我也是属于 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但是他是 很多都是超宗教信仰 其实 进入哲学里面的另一个顶峰 但是他很相信科学 他也很相信历史 他也很相信外太空 他也很相信 人类曾经在这块土地上 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其实他的 整个的谈话 我都觉得他是很 给我很多正能量很积极 给我很多 劝告 给我很多 真的谢谢他 他还关心我 他没有看我的直播 有时他就是睡了 但是他会 看到我说 临时说不能够直播 他就知道我可能有一些问题 很辛苦 所以他也会 他说他心也会关心我 就谢谢他 有时朋友 不是整天跟你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不只是这些 像我跟他之间的交流 所以你们买这幅画 你们问我 那他跟我买来干嘛 你没有干嘛 你20块买 你没有多少幅画 我不懂 很多啊 最少20幅画 每一幅画都是 他告诉你 怎么去欣赏这幅画 作者的原意是什么 当你欣赏这幅画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自己 立刻领悟到的 你自己的想法 也被放在这幅画 你未必拥有这幅画 我也没有拥有每一幅画 我只拥有一幅 我这幅我自己 有自己的解读 但是他做画的时候 他有解读 像这个 这幅是白树 但是我的专注点是那幅画 画家是专注点 是那棵白树 而且那些看似树枝 因为你们没有当场 就是说你们除非来我家 欣赏这幅画 可能你就可以在这个画车里面 很清楚的看到他画 我这个白树的树枝 对啊 这样看 他告诉你 他画的是什么 他画的是鸟 很多鸟在树上 当他当时立刻要买这幅画的时候 我的解读是天使 天使 护卫着这支鹿 这支鹿在清朝地 斜着背后的那个山啊 背后的那个山顶 是他的靠山 所以这支鹿是受保护的 也是我当时需要的 因为我买这幅画的时候 我是 我是开始 也没有挣扎啦 就是要下定决心 全时间 不要在全时间 在我的工作上要退休了 所以看了这幅画 也给我一个定心原谅 定心就是说 给我听到 我有一个印证说 我的决定是 对的 是可行的 那我就 准备放下了 我就买了这幅画 我不怕跟你们讲 我也买了第二幅画 他也没有想到我会买第二幅 也是他在画的时候 我突然一看到那幅画 我就 觉得说这幅画我一定要用 他今天还问我 你还没有把那幅画 那幅画我是买来 跟张大姐分享 庆祝我们 因为5月1号我们 算是结婚周年 我在5月1号结婚 所以当成大家 就是我给他的礼物啦 也给我自己的礼物 他很喜欢我 我没有让他知道 我4月多就买了 然后 然后 胡老师就问我 你还没有挂呢 所以 从这句话 我也很感动 他 因为我担心 我挂这种画 不懂会不会 当然他没有 就是说 画是属于我的 我就买下来 他知道我是一个 所谓的 很多评论的人 如果不会影响 我就不可以挂 吴伟才的话 可以啦 如果我有本事 我挂蒙拉丽莎的微笑 没有本事嘛 是不是 或者 他这个以后 我认为是大师 慢慢 但是他是很低调的 所以跟你讲到这个画车 你绝对不会在外面买得到的 就是 你要跟他买 不要通过我 你去脸书找他 如果 脸书里面的那个 什么 Messengers 你私信给他 给他地址 怎么安排你的钱 还 你要买几本 然后 邮寄给你 就22 你跟他谈 我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介绍人 这样 我觉得值得 因为 买一幅画 也要花钱 你这样 一本20块 这么多画 根本 老实讲 你们如果懂得印刷的 就知道 这每一幅画都是colorful的 这个是 所有的color在里面 我们主要的颜色七种 对不对 我不懂 我不懂 这种 这个印刷本身 fullcolor 不懂多少种 就是完全 是很值得 因为他也不会出太多本 他也没有本 没有 他也 他也要预算 他不可以出一万本 两万本 然后收在家里 然后很难 也不容易卖 他当然是卖 他能够卖 他第一批已经卖完了 我这个是第一批的 他不懂几批来 所以大家在一起 跟你们讲 有时外面 花费 这种是值得投资的 这个本身你没有拥有画 但是你拥有画册 画册里面每一幅画 你可以当成一种学习 然后你可以欣赏他的文笔 比张大哥真的是好得不得了 我念念给你们听 在他的全员那边 我希望我不会遇到错男子 他说 在绘画间歇休息时 望着他思考 那种内里感受特别清晰敏累 我应该记住自己不是观众 进行时 我就是这幅画不断发展 延伸 即变化的意念 任何流动的想法 就任他流动 连最细微的考量 以顾虑 都是我曾有过的教育 在作祟 主流的肉眼 有太多惯性限制 我该丢开这些不再顾虑 应该相信 沾动 或好奇 或喜悦 或伤感 这些才是 自我重新 关照的念习 那才是真的我 一幅画布 以我的因缘 就只是从空白到完成 世上一切都有其阶段 与始终 签名后 他就有自己的命运 我的还是我自己的 然后 心还没老的话 再去找一幅 新的画布 他有跟我分享 每一幅画 有些他不卖 他留着 有些他卖 他希望找到知音者 所以 他不要开画展的原因 就是因为画展是谁都可以去 然后画展 他的话 又不得不抬高价钱 因为画展的话 要给 主办者 有那个 场所的限制 要付租金 那些画廊跟你举办画展 他也没有办法 让你有人潮 他只是这个画廊 可能出名 请一些收藏家来罢了 当然收藏家就是买画的人 所以画廊 著名的画廊就有很多收藏家会去 但是 吴老师他有个心愿 就是说画不一定要卖给 有钱的人 画可以卖给像我这样的有心的人 当然对我来说 优惠的家对我来讲也是一笔书目 我蛮感恩的 我第二幅还没有展出来给大家 就是准备在6月1号 我退休了 就挂上那个新的那一幅 那以后就有两幅画可以 轮流的挂上去 那我就有机会买到他的画 如果他的画在画廊买 他也不得不 价钱就会抬高 那我们就很难 心有益力不足 只能够买画册 如果我真的没本事 老实讲 里面很多画我都没有本事买 因为这也就是他的价值 大小细腻 我这个是蛮细腻的 所以谢谢他咯 我很荣幸 因为他不是每一幅画都放在这个画车里 所以他第二车里面有我买的第一幅画 那我的第二幅画他也坦白讲不会经画这 应该是不会经画车 不会经画车 但是我告诉 我这里就告诉吴老师 我知道他没有看完节目了 他可能在睡了 不过我就是公开说了 第二幅画不会经画车不要紧 就进我的YouTube影片里面 每一次我的影片 第二幅画会在 这幅也会在 因为这个背景真的是好得不得了 我觉得很好 我不需要去找虚拟的背景 这个是我真正的 真正的 真正的一幅油画 为什么我要用虚拟那种 那种明山明水 或者很漂亮的 但是都不是原作 这个是原作 而且我拥有他 当然我虽然拥有他 但是还是他的 不是我的 价值还是他的 他随时还是可以 所以他可以把我的画 他不需要问过我 他可以把他曾经画的画 放在这个画车里 但是 因为他放在画车里面 变成 因为这幅画它有解析啊 创作者有解析 对自己的画的解析 如果将来我要卖的时候 如果我卖了 当然我不会卖 这幅我不会卖 下一幅可能我会卖 不愿意要你们就去看了 不过我不要将快卖了 除非我三雄水晶 基本上也不卖了 如果你要我两幅画 选一幅要卖 就是下一幅画 这幅是我最心爱的 第一幅嘛 初恋 所以将来 讲一句不好听 就是 吴伟才的画册 他的签名 他也在我的买的画那边 签了一个名 这个是Double Confirm 这幅画是真材实料的 韦才老师画的 他跟我讲 他低调啦 人生 他不会像别人这样做一大堆 他是很 改变很多他想法 所以我也很惊讶 我慢慢会学像他 所以啊 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好消息就是 去买他的画 撤 能够买画的话 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好消息 六月底 他有一段时间 大概两个礼拜 举行画展 你说张大哥你不是说 那个画不够 对不起 因为今天调不好 让你们看到这幅画 平时你们没有注意 六月底举行画展 张哥哥你不是说他不要画展 是 他不给画廊 主办画展 他在家主办 家里放画 要去 到时消息出了 你想去看 想去买都可以 不一定要买啊 交个朋友 喝杯茶 他跟我讲 我就主动的跟 吴大哥说 吴老师说 我要帮你 我做义工也要帮你 他要帮你 所以我是会 会的 当然我也坦白跟他讲 十多天我不可能十多天 每天都在那边 在他家 帮他 到没有 或许到时候 我这边就是 如果有网友要去 我们可以一起安排 我就跟他讲 老师啊 这天方便吗 下午几点到几点 他可能到时候会分 九点开始 每两个小时 他不要太多人 所以他是先讲说 你买他无论欢迎 如果你欣赏 他可以 你去他就会跟你讲这些话 你就获益不见 喝杯茶 做个朋友 不过 就是 买货不是 不是买巴萨买菜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不多讲 以后再讲 我是很小心的 我每样东西都问得清清楚楚 的时候 我都要很小心的 ask for permission 我跟他之间的交流是 其实蛮深的 现在 我蛮开心 但是 我要尊重老师 比如说 你不要说 打个电话 不可以讲 人家很忙 他在画画的时候 在修补那些话 你突然一个电话来 没有必要 我觉得 有些东西要好好 留个短信 所以 你们要买这个画车 就去Facebook 他的 Messenger 留言 私函 私信他 买多少本 你的地址在哪里寄给你 怎么交钱 你们就安排 如果你们 没有办法知道他 Facebook 是什么 你们可以私喊我 我给你们他的资料 就是 就是告诉大家 我跟他这件事 他其实他也很坦白 他说 他说 你 因为我跟他讲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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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另外一个小信 我坦白讲 我已经跟他 他已经 现在花车6月底是花车在他家 那时我们肯定可以安排 让大家说我要做他的义工 怎么去做我不知道 不过我现在立刻想到说 网友要去我们可以打点 Joke业处画一业他的画 如果你真的对他的画有兴趣 还有接下来他会出书 他出书就精彩了 对不对 他是作家 因为我认识他也是作家 所以出书当然也卖书 但是他也是一样的 不会给出版社区 就是他完全自己 但是出书的人应该拿到政府的 就是新闻艺术部的那些批准都可以 就是这些书 他有跟我讲你图书馆也找不到他的书了 从前那些找到现在的书 接下来的书不会找到 所以他会出书 那我就问他说 我能不能有这份荣幸 沾你的光 推销你的书 我也直接坦白讲 就是 因为张大哥直播世界 我介绍好的东西给人 好像我自己的产品 好像离间大家的面摊 甚至掏药包给大家去吃 这是不真的事实 然后 吴老师的书如果出 我就是义务的方法 他就问我 我要怎么报答你 我说不用 你要报答我不要 我为什么要 不是不必 你不是说 老师我帮你推销书 我consignment我 每一本我要赚多少钱 这个不是 我那些产品是 我坦白讲 吴老师的不是 我都纯粹 但是我说我也赚到 为什么呢 沾他的光 然后我的网友可以 通过我认识他的书 有些人可能没有读过他的文章 而且后期现在写的这些 跟早年写的那些背包族 去各个国家旅行 不大 当然是另外一个层次 是值得去追求的 这种知识是可以 那书当然也不会比一幅画来的贵 我相信我们的网友 很多老人家可以买来 读啦 因为很多回忆 我觉得他书 就好像他的回忆录也是一样 我不懂了 他没有大概透露了 因为最近在脸书看到他写的 从前的记忆这些 就是可能就是书的内容 好不好 所以我们到时我会 直播世界已经很荣幸的 得到他 让我们帮他推 推荐 大力推荐 不是推销啊 推荐 所以 这个是我会做的 这是我推修后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 昨天我讲的 共云党如果有国晚宴的话 你们好不好 因为昨天你们很多加一加一 你们可以不可以留言在 因为那个评论那边 加一加一 我很难去知道你是谁 如果你不介意啦 如果你是我的网友 有我的电话号码 直接WhatsApp我 说你是谁 你要去参加功能党 我开始收集 现在已经有两三个了 私底下告诉我 好不好 我开始可以收集你们的资料 我就知道真正有多少人 如果 有十多 可以凑成两座三座一座 我可能 我目前是觉得两座是很有可能 我不要说 我可以十座八座这样 当然如果我们有几座都是在一起 我们跟大家可以在一起 但是到时的规矩 政府的规矩 怎样我们不知道 或许 不可以走动 就没办法 如果能够走动 当然是跟每一座打招呼 好不好 所以 你私喊我 在这个脸书的 在这个YouTube下面 或者你去我的Facebook 告诉我 我是谁 给我你的电话号码 要给我电话号码 如果到时工人党 把你消息一来了 我就很快 因为我知道两年没有了 每个人也是抢 我不懂我抢得到 因为我也不要麻烦认识的人 就是他说拿你 有电话我就打了 我要两座 我是谁 或者我认识工人党的人 我就跟他讲 我真的要两座 你一定要给我 但我要自己有把握 我不可以 我要两座 然后找不到20个 我自己不知道吞下去 也不要了 不要给我辛苦 好不好 你不必还钱给我 网友 我们还是可以 最终你还是要 根据我昨天所讲的 大家要厚道一点 我最怕是你临时不来 然后你又不还钱 结果闹得不欢而上 不好了 我不喜欢人家做这种事 这个也要先 先小人后君子 不要为了这种事情 一下子 一场网友之间的感情 都没有掉 也不好 但是钱归钱 我们要清楚 这个是没有 我没有 什么 不是说工人党卖50块 我卖给你们60块 不可以做这种事 就是网友在一起 那我也坦白跟你 跟大家讲 很肯定不用买票 我都已经公开讲 我一定送他一张 帮我这么多 对不对 我讲坦白话 那你说 当他跟我们会员 会员在工人党那边 我没有办法 但是呢 我已经买下 所有的会员 你达到一年的时候 我就还你 我就给你这个 先给那些一年的先好不好 因为我有几个会员 已经超过一年了 我送你这个话 我在安排怎么把话交给你 你的会员过一年 每个月不是扣50哦 50 5块 每个月给会员费5块 但是谷歌拿了40% 那大概是拿3块钱 那你一年就有36块 最少我回馈 最少我回馈 22块的花 20块的花车给你 如果算钱 我相信你们付费 也不是为了要回馈 如果我答应 我已经买了 我买好多本了 所以暂时我 因为我预测很难刷 我先给那些 有一年到 我就给 如果你说张大哥 我没有一年 我八九个月 没问题 等到你一年 有花车我给你 有花车我给你 没有我给别的 总之会尽量做到 我能够回馈你 我也心安宁的 那当然还有 黎根大哥的 参卷 上一次已经发了一次 下一个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再公布好不好 不要一直太乱了 所以我跟你们讲 成为张大哥会员的 成为张大哥直播世界的 网友 就是我们皮脂互动 有时 拿我的产品 谢谢你们 有时你们赌内我 谢谢你们 那我可以回馈 我回馈 大家就是礼尚往来 好不好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讲这个 就是接下来 很兴奋 工人党的晚宴 我愿意做 我organize 工人党没有几个地方 我会选择一个地方 时间我定 当然先要我能够去 我不可能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迁就大家了 我不会等了 我就说 他有几天我选那一天 我就是去这个 当然如果是后港 我们拿后港 比较有那种 后港是比较 大家比较认为 但是如果是属于阿玉尼 季选区也无所谓 或者深港季选区也无所谓 总是他们通常 主要的人都会出席 不担心一定会到 他们都跑了 我们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的 给他们加油打气了 已经啊 我这边已经有四个 四个人 如果连我连 张大姐要去的话 就已经六个 他们四个 不懂要几张票 不懂 我规定啦 一个人都是跟 每个人都要两张票 你不要跟我讲 张大哥我要一座 你要一座 你自己去买 我没有本事 如果张大哥 我给你 你帮我买一座 你 你赔拿给我 我拿了你一座的钱 可以可以 我可以帮你买 让你的这一座靠近我们 你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每个人 你们现在留下的那些 我现在就公开讲 每个人是两张为主了 好不好 你不要替别人 就是你跟你另一半 或者你跟你的孩子 你跟人两张就好 记住啊 那我能够 我就带张大姐 没有我就自己一张 因为我不只 不知道时间 不一定配合得到嘛 刚好 顾孙啊 女儿有事啊 什么很难讲 所以这个也是八月 八九月的事 六月底是 话讲的事 那李丁大哥的影片 我现在在做 已经进入了 写文字 选音乐 他的YouTube 我就出来 就是完成一个心愿了 好好替他宣传 他的这个 下面摊 我告诉你 有一个超市来找我要 谈合作 我拒绝 哇张大哥有的赚 你不要赚 不要 人就是这样啦 因为我跟他是朋友 我跟李丁是朋友 我是把他当朋友 所以 他也把我当朋友了 所以 没有说 哇 我帮你宣传 你要给我宣传费 我帮你设计 你要给我设计费 我可以 我可以吃这行啊 如果我做得好 人家的小贩可以找我 帮他们设计 不过我没有这个负担 因为花很多时间 我不可以 我要 我接下来退休的时间 是用 花在我的东西 那李丁大哥 我答应他 我一定要做 而且这个 我可以做 我觉得对我好啦 介绍一个摊位 然后那边 小贩中心 我们大家有 COVID 大家在那边见见面 鼻子 加油打气 就是这样 但是我就不是那种 哦 你到处 到处去吃 到处去 就是说我不会到处 我本来想要做一个单元 不同的小贩中心的摊位 介绍好吃的 我有我有 我在脸书已经 又介绍到一个了 有啦 不会有刻意的去做 倒是刻意的 要去看他们的碗碟收了怎样 看那些小贩中心收碗碟的 李丁那边还好咧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座位有限 很多人打包我发现 我改现来谈谈那边了 他那个影片 介绍 吃的影片 是介绍吃的 介绍他那个收碗碟 整个Hogger Center的 优缺点 那个是另外一个 看我要不要做 不一定啦 我那东西要做来切 有人跟我讲 那个中原阶 鬼阶道 应该 要不要再把你 过去的东西 我不是 旧的影片那些 再选出一些 选一些我认为 朋友在谈的 在可谈的 在讲 然后可能现场 在讲一些 在考虑 可能不多了 几个 在想 蛮蛮蛮蛮 就是退休后 你有时间 玩这些东西嘛 玩 其实 讲鬼也是 要告诉大家一些 做人也是真的 善恶要分明 因果 是有的 我也相信有报应 我相信 跟我的信仰是没有冲突 我敢这样讲 所以还是要向善 要有爱心 我最近有一种想法 就是我本来也想推 推一个 我们大家 大家彼此努力推 日行一善 就是你每天 一定要去做一件善事 好像有点佛礼 我很想做日行一善 然后弄一个单元跟大家一起讨论 你今天日行一善了吗 要不要分享你的日行一善 不过我很怕又轮 把这种日行一善讲得太多 变成 有些人没有的因应 找一个有 而且人家说 做善不必让别人知道 所以我就吞下去 那我告诉我自己要自己行一善 很简单的啦 有时看到 常缺人士在电梯 你让给他 帮他按钮 这也是一善啊 从前 如果 那天晚上蛮感动的 自己有点惭愧 看到一个马来 小女孩 中学生呢 他就拿5块钱给一个做伦理的 马来族的 老子 老子 拿着那个tissue paper 他就给他5块钱 然后跟他说 祝他 就是开灾节快乐 那个老子还带 那个白色的 逃圣 有去过圣地 每天都经过 看到这个老人家 我没有感动啊 当然 我不可能 我看到那个小女孩这样做 整个人都 有点 惭愧 然后很感动 因为 听到他亲自讲说 5块钱 我看得很清楚 他不是给我看啊 刚好我走过看到 又听到 他说快快快快快快乐 那个老人家 也很 有点感动啊 5块钱不少啊 所以一个 也没有跟他拿tissue paper 那有人跟我讲 如果你给你就要拿啊 因为你不是施舍嘛 但是他也知道他是尊重 这不是施舍 他还称呼他 马来人称呼长辈的那个 不能称住什么 我听 我真的很感动 所以这就是日行一扇 这个小女孩的日行一扇 你当然你可以做二扇 三扇四扇 人 我有这样想啊 但是我很怕 被歪曲或者是 为了做而做也不好 嗯 所以都是一种修念来的啦 日行一扇 巴士车上让位啦 不好意思 每次是人家让位给我 我现在做老人位做得很舒服 上一阵子摆头发很多人让位 现在染黑了 就没有人让位给我 人家不知道我多拿 人家戴着口罩啊 看起来也不老啊 所以 很多啦 很多事情可以热行一扇 有人要问你 弟子什么 你真的花时间 要告诉他在哪里 很多东西可以做啦 其实这个应该宣扬哦 热行一扇 我在考虑了 如果我觉得我要做这样的单元 我就做咯 退休后 热行一扇的单元 现场直播 一天 什么时候再讲 大家看 然后大家也提出里面热行一扇 不过我就是希望 不要大家为了做而做就不好 然后我们可能 讲一些故事啦 那我自己的 那个我的经历我还会继续啊 还没有 好多东西啊 做不完 真的做不完 退休好像很兴奋 至少我省下每天三小时 来回车程 我至少三小时我都可以做一两个影片 像这种直播 不是太难了 我已经有点 我已经有点 我讲话没问题了 有一个故事我都说出来了 我那后面说得不好我就不知道啦 不过你们都 红穷嘛 我多谢你们了 现在不多人 都没有什么人 但每个人跟我一起 不耐人是吗 好了好了 已经一小时十六分了 谢谢啦 晚上好了 现在他们可以自动跟我晚上好的 今天没有什么人写 有吗 有人写吗 本来我看到有人写无尾才哥哥的 为什么全部删掉啊 诶 写什么啊 诶 刚才我有看到谁写啊 为什么你删掉 诶 谁爱的 谁写的 好像没有东西啊 今天没有人留言啊 哇 好难过 不要紧啦 过后看 现在很多人想过后 因为最近没有什么大新闻嘛 没有 没有什么政治课题 而且我今天又没有什么 我今天完全没有题目嘛 大家就没有放 好不要紧 我们就跟大家晚安了 所以大家知道我接下来这些 我会放的演书啦 这些活动 节目 一直鼓励 我读的他一些书 尤其是那个背包里经的书 就是他的书咯 我都有啊 我都有他的书 吴伟才希望没写错名 伟才 他现在的才改了 他现在是伟大的伟 财 财是这个财 不是 不是那个财 那个是材料的财 这个是人财的财 他是人财的财 给财 写错啦 没有错啦 他重点也是叫 是你这个财 他背包足的财 好像是你那个财 我不懂 我要去 958苏君的节目 想知道他的更多可以去 me listen me listen 收听很精彩 谢谢 他有上958苏君的节目 苏君这个直播客 不是这个主播是很有料的 这个素君 所以他们其实蛮 他们这些主播啊 网播的主播 从来不以貌取人的 声音 但是变成 现在走向啊 变成 尽量用帽 要出众嘛 走向那种 视觉上啊 什么 所以 新一代的 你都发现 都是狼才女帽 但是旧的这些人 虽然没有狼 不狼才女帽 但是头脑 都是 头脑里面的料 就是狼才女帽 素君是其中一个 我不是说他不漂亮啦 就是频繁的脸 脸孔 声音 我听他的 我听他的管播 好像周重庆也是有他的特色 是很开心啊 不要每个都狼才女帽 刚大哥也有说 我只是一个直播客嘛 讲话又不是很标准的华语 至少 我有去参加过DJ 还进入大决赛 没有骗你们啊 一百点三啊 我读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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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他 谢谢你的分享哦 我有空也去看 米利森 958 苏君 不过伟财 老师跟我讲 他做这些节目 越来越不想做了 访问什么 那一次做一个影片 节目是 要念他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老师啊 也是我的老师啊 我一下子用 这个对名字啊 英培安 我真的很糟糕 有一天都把老师的名字都忘记 那我怀疑我自己有失智症 有一天我当大姐的姓名都忘记的时候 就构种了 好啦 所以我们在谈啊 今天也谈蛮多 明天早上我还要上班 所以很多事情要做 谢谢大家今天观赏 谢谢91位观看 但是有38个按赞哦 谢谢你们 应该是退了 刚才不止了 谢谢你们哦 晚安 谢谢大家再见 晚安 拜拜 晚安 晚安